今天是7月9号 a股不开盘 但是很多股民却忧心忡忡 为什么 昨天我还说了 周末赢来多个利好 而且是重磅的有房地产的 有公募基金降税的 降费的这个利好对吧 按理说下座a股应该死吗 要大涨或说一飞冲天 可是呢 马上又爆出了一个重磅的利空 可以说是一个大雷 那么这个大雷是什么呢 劝商 跟谁有关呢 天风正确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会有这么一个信息出来 天风正确的话 爆出了一个重磅的大雷 也就是说 买了他这个基金的投资者 可能是血本无归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整个券商板块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刚才还有朋友跟我说 鄂阳先生我是不是钱放在 券商里面不安全了 我买我买的股票 我的我的信金是不是也会血本无归 很多有这种担心 这里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如果大家听懂了 听仔细的 我觉得应该就明白了 但是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我讲的这些东西 有尤其是对于一些 个股的一些技术讲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现在看一下 天风正确这个是的一个原因 我先给大家解读一下 很多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 我在券商工作了很多年 对这方面的话 是存在一定的 了解的 首先我们看 从这个事件 你要清楚一点点 这个基金它性质是什么 有不准朋友跟我说 鄂阳先生 我是不是我买了基金 是不是也学本无归 对其实天风正确 这个基金它是什么 涉及到资金是20多个亿 大概27个亿左右 现在什么 他在20多个亿 他去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 或者说收购的一些企业 大概投入资金是在20一个亿 20个亿上下 可是从目前的市值来看 他并购的这些 企业的资产 目前就大概在 不到1个亿 朋友们 那你想想20亿变成不到1个亿 这亏损多少 19个亿多一点点 那你毫无疑问 本金都快没了 这个基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属于哪种类型 这个叫并购基金 所以朋友们记住 以后你去参与市场的话 你一定要记住 并购基金是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的 有句话怎么说 反正是收购对吧 买对了投资对了 我就大赚爆赚买错了 那你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这跟我们平常买的那些基金 比如说公募基金 一些私募基金不一样 他就那些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他就算做的不好对吧 他顶多也就亏个几十个点 不会一下子给你亏完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也注意这些些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我在 讲这个时候是告诉大家一些 不明白的这些散户朋友们的 一个什么原因 所以大家以后要什么避免踩这种坑 毫无疑问 这大多数基金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在券商的影响可就比较大了 这个贴峰证券 在本身这个业绩不太好 你看 它业绩是属于亏损的 对不对 在所有券商里面 它属于业绩比较差的 但重磅利空 爆了一下 那么周一开盘 它会不会出现什么 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什么下措 或者说对直接给横按钮 这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业绩比较差 又出现这波大蓝雷对吧 那都整个券商板块 会不会形成压制的 那不形成问题来了 刚才有个朋友跟我说 杨先生 那这个券商爆了以后 券商还能参与吗 券商本来就所表现比较弱势 以后的重心在哪里 朋友们听懂了 如果你经常听我视频的 或者说经常听我讲券商的 你就应该知道 我在讲券商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 其实我讲的这些票里面 大家如果仔细看 它其实有很多是有特点的 比如说我一直强调大家 你要什么 你要重视什么 券商里面要留意什么 中字头 起码中字头里面很多是国企的 是大的 它什么比较安全 虽然说他们有时候 也会出现这样烂量问题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比如说就是像中信证券这种 很多人对中信证券是比较感冒的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 低位去买了中信证券这种票的话 你会血本乌龟吗 你会出现像这种黑天鹅事件吗 我觉得很少 所以这种票 对于一些比较稳静的投资者 反而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或者说它如果说调整到下面的低点附近 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听懂没有像这种对不对 是比较好的机会 还记得 前期我跟大家说过 比如说有一个票谁啊 这个票中信公司 它也是核心票龙头票对吧 也是属于那种头部头部的一个券商 它在这个位置也是出现暴雷 对不对 能看没有 它也是因为在这个位置出现暴雷 所以出现一个大幅度下注 大幅度下跌 但是它跌幅你看从这里跌起来 到这里也就跌了十几个点 20个点上下对吧 并没有跌 跌多少 当然对于券商板块来说 十几个点 双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了 所以这种票的话 它相对来说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稳的 但是你要记住 黑天鹅事件 或者说这个暴雷的话 是很多人无法预测的 所以一旦你碰到这种的话 只能说运气不好 或说算倒霉 但是整体来看 像这种票 它就算短期利空了 中长期的话 它也会有机会给你什么 给你上去 大不了就是时间 套个几个月一年 套几个月 一年半年 对不对 所以它后期还是会有机会反弹上去了 但是像天峰正确来的票 那么短期想要什么 想要解套 那是非常困难的 它本身业绩就出现大幅下滑 又出现大爆雷 所以接下来对于券商板块 我还是原来的思路 原来的策略告诉大家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 就潜伏 是吧 DC 中字头核心龙投票 刚才说中信证券也好 中信尽头也好 包括中国银河 这种票也是一样的原理 一样的思路 中国银河大家都知道 也是属于投不券商 对吧 你看它走势是不是相对比较稳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你在我说的重要支撑位附近 也就像这种支撑位附近 你去做一个低吸 做一个潜伏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后期这里一旦出界反出反弹拉钩的话 那么你就有机会 是吧 吃肉 甚至吃到大肉的安局出事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实际上注意这些细节 包括中银 这些也是可以溜的 可能很多人说中银证券 它的业绩不是太好 对吧 你看到持银率达到35倍 相比起中信 比起其他票 它持银率偏大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位置 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位置 有句话怎么说呢 背靠大数好乘粮 可能大家知道中银证券 它背后靠的是谁 我不说大家就应该都知道是谁了 是吧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在底部区间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那么像这种票 就值得大家潜伏 值得大家留意 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好 除了这些中字头的券商之外 还有一些就是人气券商 比如说我强调 或者说天天讲过的一个是吧 一些票 比如说像光大 这种票我是不是讲的很清楚 光大的话 它 你说它是属于头部 它也不算太大 756位的一个盘子 目前属于那种什么 属于那种中盘的券商 但是这种票的话 它也有一个特点 它是属于那种什么 属于那种 股性比较活跃的 然后什么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 属于那种明星票 所以像这种票也是可以留意的 一旦券商板块 出去反弹反拉的话 挤拉 它获利的概率会比较高 或者说它大涨的概率会比较高 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和留意的 整体来看像这种票 大家是需要特别注意和重视 后期朋友们一定要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拉高拉高的话一定要什么 要考虑减仓考虑出货 不要再去追高 但是杀了低点附近支撑的话 是可以潜伏可以低息的 这么说大家是明白的 还有它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光大证券 它背靠也是背靠大树 这是哪个大树 银行吗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或说比较安全的 那很多朋友就问了 我是不是接下来选券商 就要选背靠银行的对吧 很多券商 它其实后面是有银行的 比如说像新业证券这种是吧 后面它也是有银行的 那么像这种是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 其实我说了那么多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我前期跟大家讲过 讲的很清楚 讲的很特色 讲的很仔细 我说像这种类型的票 一定要注意 你比如说新业证券 我说我讲了很多回 讲的很清楚 什么意思 就是像它 它所谓什么查复管理 这一块业务做的比较好的 比较成功的 但是 它本身资金 就是说背靠银行资金量是比较充足的 所以它不一般情况下 不会发行这种什么并购基金 并购基金去参与一些收购 它本身可以从银行里面 是可以融资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在短期想获利的话 想是吧 在券商里面有所收获的话 毫无疑问 刺新券商也是 是吧 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留意的 就比如说下手创这种 可能很多人说手创业绩很差 你看市盈率 动态市盈率58 静态市盈率68 在券商里面属于那种差的 但是这种票 它好就好在什么了 流通值比较少对不对 一旦券商板块移动 券商板块拉伸的话 它短期的爆发力会比较强的 当然也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的 高风险高收益对吧 或者说这个票的话 它一旦调整的话调整的幅度 也会比较大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 看你怎么选 你是我告诉大家很多回 你对券商板块的话 你是做相对比较稳的 那么你就盯紧那些中指头的 核心龙头票 调整到位的 在底部的去做前伏做低息 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说那种什么 想做波段的 想做什么短期的一个爆发力比较强的 就盯紧那些核心人际票 核心龙头票 比如说光大 还有一些前期的一些人际票 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像这些票 当然 如果你确实是做短线 想爆发力很强的 那么你就盯着 上市不久的券商 所以你要在这几个思路去的话 是问题不会很大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是 在目前这个盘名下 一定要避开那种什么 业绩比较差的一些券商 小 尤其是业绩比较差的一些小券商 是需要注意的 正因为它业绩比较差 你要这个规模又小 它很多方面都不在于优势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注意 就比如说像华林这种对吧 业绩是相对在村庄那边比较差的 以后它盘子又比较小了才300多亿 那么这种票的话 它就很有可能什么被暴雷 也很有可能被什么 被恒按钮 你比如说像国盛金控这种对吧 虽然说盘子也 比较小 但是它业绩也是亏损的 那么这种票也是存在这种 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不确定的一些暴雷的因素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不是说券商就可以随便抄底 可以随便买 但如果你做错了 你买错了 同样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恒按钮短期的一个暴亏 但从技术方面来说 整体的券商它是属于一个低位 后期反弹的话 概率还是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对有些人说 券商这里出现一个大利空爆雷 反而是好事 给了你一个没有 什么没有上车低位上车的机会 所以大家找准好票 如果说周一出现一个 利空影想象的一个什么 大幅度低开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低开高者的走势 就是你一个低吸大肉的好机会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